大家好,我是唐宥馨 這個動作是教你怎麼樣打開骨盆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他骨盆很窄 如果太窄的話,可能醫生會說 讓你只能剖腹了 所以這個動作可以讓你很緩和的把骨盆打開來 第一個動作把你的腳伸直 腳跟微微的往外 之後把左手抓到你的腳的內側 輕輕地帶進你的身體 就是豎腳式 你讓你的大腿內側的皮膚還有肉 往外撥開來,輕輕地把腳放下 另外一邊也是 從內側用你的手幫忙把腳帶進來 好,讓你的大腿往外撥開來 好,重點來了 讓你的腳跟要互相抵抗的感覺 把兩手放在後方 肩膀打開,胸口往上 讓腳跟互相抵抗 你會感覺到你的鼠膝 到你的膝蓋是伸展開來的 停在這裡,常常的吸氣 把你的胸口再一次打開 好,突氣的時候回來 不要忘記腳跟抵抗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可以的話,你可以加上你的右手 扶到膝蓋 胸椎輕輕地旋轉向左邊 好,回到中間 換邊一樣,輕輕地推著你的膝蓋 如果你很高也沒關係 輕輕地扶著,拉長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以練個磚 讓你的骨盆是有支撐的 慢慢練習 你的骨盆就會輕輕地打開來 生產就會更順利囉